Hello 大家好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现在已经迎来了 2020 年 那在今年会进入我国市场的新车可不少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一系列的影片介绍 在 2020 年会登入我国的新车 那今天我就要讲第一款 也是大家都很期待的 那就是 Proton X50 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实 Proton X50 的原型车就是 吉利最新的这个紧凑型 Crossover 也就是吉利冰月 那这台车它是基于吉利的 BMA 平台打造而成 这个平台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它有高度灵活的扩展性 这个平台它可以兼容的轴距 从 2550mm 至 2700mm 这个距离其实也就是涵盖了 B Segment 和 C Segment 的车款 那在长宽和高方面它也是可以自由调整 那除此之外 这个平台它除了普通的燃油引擎以外 它也兼容 PHEV 插电式货合动力 以及 48W 的轻度互动力系统 而在安全性方面 DMA 平台除了采用 70% 的高强度杠比例以外 它有 20% 的热成型杠 所以在安全性方面 它的指数其实是很高的 吉利冰月的车身尺寸 分别为 4330mm 长 1800mm 宽 以及 1609mm 高 而轴距则是 2600mm 它的车重一共有三种车重 分别是 1290kg 1340kg 以及 1355kg 至于在动力配置的部分 中国的冰月一共有两具引擎可以选择 其中第一具是 1.0L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134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205Nm 并搭配 6速的手排变速箱 而第二具引擎呢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那就是 1.5L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 174hp 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255Nm 并搭配 7速的 14 双离合变速箱 这个动力组合 它的 0-100 的加速 只需要 7.9 秒 相当的出色 在外形上 因为冰月它攻打的是年轻市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 B-Segment 的 SUV 它拥有的是一个非常时髦亮丽的设计 那更大的卖点就在它的内装部分 因为它的内装呢除了维持极力一贯的 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质感以外 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的前卫 非常的漂亮的 这一方面呢 我是觉得它甚至是比 Proton XFD 还要更加好 而同样的冰月也搭载了最新的 GKUI 19 多媒体资讯娱乐主机 这个主机除了界面方面更加的便利以外 也支援最新的这个拥有 AI 技术的智能声控功能 同样的它也导入了云端技术 以及互联网功能 非常的方便 那除了 GKUI 以外 冰月在配备方面呢 也是维持了极力一贯的这个高水准 什么一键启动啊 电子手杀 全景天窗 这些都是入列的 那顶配版车型还导入了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包含的功能有 智能领航系统 这个其实就是低速跟随系统 主动式定速巡航 城市预防碰撞安全系统 行人识别保护系统 车道维持辅助 车道便宜警示 全自动智能波车系统带自动煞停 还有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技术 在中国市场 冰月一共备有5种车型可以选择 那在这里我就大概列出来它的详情 价格方面换算至马币以后大约是从4万7千令吉起跳 最贵的也才不到7万1千令吉 以CP值来说是非常的高的 那重点来了 究竟这一台车什么时候会来到我国市场呢? 根据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 我们本身的 Proton X50 预计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在我国正式发表 其实不久前 有许多网友就捕获到这个 X50的测试车的终迹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个测试车其实已经采用了 Proton自身的 无线编织水箱护照 而从一些叠照呢 也似乎看到这台车其实就是传说中的优驾版本 相信 Proton的开发工作其实是在轨道上的 要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发表呢 应该不是问题 在配置部分 我们相信我们的X50 应该会延续X70之前的策略 也就是以丰富的配备来作为这台车的卖点 而之前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测试车呢 就包括了普通版本 以及更加高阶的这个运动版本 我们相信这两个版本呢 都会被引入到我们的市场 而在动力配置方面 中国的冰月 它虽然是有1.0L以及1.5L这两具引擎 但是因为1.0L的这个涡轮引擎 它只搭配64的手排 所以我们相信 Proton 应该并不会将这个动力组合纳入考量当中 也因此我国的X50估计 只会有单一的引擎配置 那就是1.5L的三缸涡车引擎 并搭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了 有趣的是之前也有消息传出 CKD 版本的 X70 也会搭载这一个动力组合 如果消息是真的话 那我们相信许多人对这个动力组合的疑问 好像三缸引擎的抖动 以及双离合变速箱的耐用性方面呢 在X70 CKD 身上都会慢慢的获得解决 等到X50正式推出的时候 我们相信这个动力组合 应该足够成熟来 适应我国的公路环境 以及消费者的驾驶习惯 那说回配备的部分 我们相信我们的X50 应该会和X70一样 也是导入蛮完整的一个配备 包括像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我们估计 顶级版的X50应该会出现这些功能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Proton 之前一直强调的卖点 那就是HighProton了 当然X50身上也是会有这个功能 只不过可能你们不知道 这个HighProton 其实就是中国基地的GKUI 那这个GKUI它所使用的主机 其实就是我们相当熟悉的 Android System 开发而称的安卓系统 也就是其实适合你的智能手机 是差别不大的 那这个系统 这个主机呢 它目前在X70身上 有一些小瑕疵啦 有一些问题啦 我相信很多X10车主就曾经遇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可能出国一两个礼拜过后 回来就发现到车子上不到 又或者是你的车子可能一年过后 就需要换电池了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主机 因为它支援云端技术 然后也支援这个手机程序 那个HighProton的功能 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直在Background一直跑着的 也因此挺耗电的啦 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的出现 所以我们希望 X50身上的这个HighProton 会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掉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估计这个X50的主机 在硬件方面也应该会 相比起X70的这个主机 在硬件方面也应该会有所升级 应付接下来四五年的软件更新 最后也就是许多人关注的重点了 那就是Proton X50在我国的售价会是如何 其实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任何关于X50售价方面的消息 而我们看中国市场方面 宾月它的售价是大概在 4万多到7万多令吉的一个Price Range 这样的价格可说是非常的吸引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Price Range 其实并不会来到我国市场 我个人是猜测 X50在我国的售价 那个门槛会设在10万令吉以下 这样的一个Price Range 我觉得 以一台B Segment SUV来说 绝对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你对X50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个人对这个X50的价位的猜测等等 今天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